1月12日上午,维方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维方市先验房后收房的工作情况 住宅工程质量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去年以来,市住建局积极开展先验房后收房活动 为解决交付及维权等诸多行业弊病摸索出了一套成型的方案 有利保障了业主权益,提升了住宅工程质量水平 让业主吃下定心碗 接着到去年底,全市519个项目 二市担待8万个业主先后参与先验房后收房活动 解决交换前问题2992件 交换满以率达到了97.15% 下一步,市住建局将持续总结先验房后收房经验做法 提升先验房后收房活动水平 为解决交付及维权等诸多行业弊病探索为方模式 切实保障业主权益 回忆wards 袖開转 故 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